中台尼泊特直扑台湾而来 全台笼罩在暴风圈的范围之内 各地也是严正一带 其中在地势低洼的乌日胡日地区 因为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让居民是苦不堪言 为此市长林佳龙这天前来视察胡日的抽水站 了解相关的工程进度和运作情形 确保大雨来时抽水站能够及时启用 同时也要呼吁民众 台风清台的期间不要到海边河边吸水 也不要靠近山区以免引发危险 水利局人员启动抽水机 机身发出轰轰的运转声 确保机器能正常运作 中台尼泊特直扑台湾而来 淹水淹到怕的胡日地区居民也绷紧神经 生怕淹水噩梦再次上演 为此市长林佳龙特地前来胡日抽水站视察 了解相关的工程进度以及防训准备情形 这样的一个防训的设施 我想让市民可以安心 以这次的瞬间的抽水量 每秒可以达三立方公尺 而且八分钟就可以抽掉 大概一个国际标准的游泳池 那整个可以说有十个大型的抽水机 这样的一个功能 市长林佳龙表示 胡日抽水站是污日地区关键性的水利防洪设施 过去由于大理西水位高涨造成排水收阻 导致三明街公园路等地势低洼处容易淹水 索性在汛起来时 完成了机组功能装设以及功能测试 大雨来时能发挥防洪效果 那这个工程所有的那个抽水的设备 那都是欧洲进口的 我们也都在五月前都已经完成 安装测试跟启用 那所有的油料都已经准备完妥 那如果说这个墙台 这个尼伯特台风 如果有带来这个大量的豪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来提前来启用 来投入我们这个防训的一个工作 水利局也表示当警戒水量达到23公尺高程时 就会启动抽水机 而两台抽水机同时运转 可以在一秒内抽掉三吨的水量 各方面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让台风的影响降到最低 接下来秋风陈兆安台中采访报道